大哥要开始翻了 这个是关键步骤 这就是豆皮的灵魂步伐 好嘞 看着 漂亮 武汉的三鲜豆皮 到武汉不吃三鲜豆皮 等于没来武汉 你看这多棒 老板上面这是打的鸡蛋 鸡蛋叶 你看多漂亮 下面就是豆皮 豆皮应该有米浆 绿豆黄豆 我不知道说对不对 你看就这样多棒 这样得靠一会儿 把它给靠着跟锅分离 下面起这个泡泡 然后这样就可以 然后往上放米饭了 得靠多久这个 一两分钟 好 我们稍等一下 这个得把它铲开 你看这个边 得这样铲一铲 这个很仔细 这个是一个慢工出细活 不能着急 你看这都是精液 好了这样然后就可以在锅里滑动 得翻个面 这个应该有点烫我感觉 烫着了 我说烫着我了老板 不是烫着你了 好嘞你看底下是这样 这样然后鸡蛋就在下面了 撒上这是啥 撒一点调味料 好 加上米饭 米饭都是这个糯米 提前蒸好的 这样方方的一盘 一定要是四方四角 五角形不行 六角形更不行 老板很仔细 这是一个像艺术品一样的一件美食作品 看做的多好 也不知道这个产品得需要多少年的经验才能做出来 老板你们学这个的时候麻不麻烦 不麻烦 习惯了就好 习惯就好 你多久学会的 其实学到很快 但做好以后做的好不好 这个是不是要靠你们自己 就是你看上面撒了一点这个鸡精应该有可能 好后面然后老板到后面去挖它炒好的这个就是三鲜料 这个是整个三鲜面皮的灵魂 哇塞他家酱料给很多啊 我先加一点汤汁 这个汤汁让米饭 然后有一点这个更好的口感 有点汤汁 哇塞你看 这个撒的小手法 你看哇多么的灵光 跟一件艺术品一样 你看哎呀了 这个都是有节奏感的啊 我现在打着节拍 12342234 这老有感觉了你看 哎呀了你看 啊你看做一个吃的都得这么都得这么讲究 不光好吃还要好看 好嘞你看哎呀撒的均均啊非常好 啊然后把这个料撒上去 哇这料很饱满啊 看一下主要是这个应该是冬笋 然后还有这个香肝香菇 主要就这些啊 哇我在这儿就闻到了这个香味很不错 哇塞你看啊然后把这个米把这个料再撒到米饭的每一个边角上一定要撒到均匀 啊这很细致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一件艺术品这不是一个吃的 哦把这两边再折起来啊这个时候加点油 哦呦这么多油啊 这个多少钱一份啊 6块8块10块的 6块8块10块啊 小份6块中份8块 大份10块哎呀 满满的油脂 这个就是碳水的快乐 多棒 这样接着就行了 哇塞 让底下吸满这个油 它能不香吗 它能不好吃吗 你们说你看 好这样接着 好看一下一份6块钱的 小份 好这样三片 满满的装满这么一一盒 好然后再再把它给拆一拆看一看 对吧 对 不断的晃一晃老板生意很好啊 要一边坐着一边卖 好老板要晃一晃看一看这边上接的怎么样 老板好像感觉进入了这个 进入了这个状态啊 动作加快 哎呀 待会应该来到灵魂的部分啊 就是大翻勺 老板这个翻勺难不难 对我来说很难啊 对你来说很难啊 嗯 哎我就问一下 有没有就是翻着的时候 啪一下 然后翻掉了的时候 也有 也有是吧 你看老板 这 哦哦 换成了 换成了 我我以为 我以为这漂亮老板娘 会给翻一下的 然后最后换成大哥来翻 老板娘到这开始售卖 好大哥要开始翻了啊 这个是关键关键步骤啊 这就是豆皮的灵魂部分 好嘞看着啊 耶 哦呀漂亮啊 好嘞你看 哇 煎的底部是金黄金黄的 你看看着就脆看着就香 哇塞 油脂满满 它能不好吃吗 能不香吗 你说 哇 在这里完全可以闻到那个香味 好 这样再把它给铲进去 给塞一塞 塞回去 把多出来的塞回去 待会这样煎一下 再给它铲一铲分开 好 待会再给它铲一铲分开 再给它切一切 哇 听着就脆啊 就听声音就听到 就是这种嘎嘣脆 老脆了 哇 你们看到没 这老板的这个手法 切的啊 就是比那个尺子卡着 切出来的都起 这一边应该是切六刀 哦 切六刀还是切七刀 这个切了七刀 一边切七刀 好 转过来 这边再给它来个七刀 一共切出来七七四十九块 还是八八六十四块 你们自己算啊 这个看你们是数学老师教的 还是语文老师教的了 多有感觉 好 你看 韩蟹就是 师傅这一开始练就能切这么齐吗 还是慢慢越练越齐 越练越齐 慢慢练的啊 真的 你切的跟那个拿尺板卡出来的一样 哦 习惯就好了 好 现在倒出来 加上一点葱花还得 哎呀 满满的小葱 你看多漂亮 好嘞 好 老板把之前卖的先往后拉一下 新的然后再倒过来 好 这样一份 别烫着 这多漂亮 哇塞 武汉的三鲜豆皮 馋了没 漂亮吧 四方四角 关键我被老板的这个刀工折服了